老G 哎呀 这没办法啊 这个车他周围有没有掩体 是的 好烦人啊 郁郁很烦人啊 这我被 就可以给他补了 他逃了呀 就差一枪 猴王 哦吼 我感觉他刚刚再往前跑 说不定还躲过了 是的 怎么近点要交手了 哦吼 喂 得亏小羊有一把 刚刚捡到的Grozer 是的 而且吴威是个残血 这个补枪应该是没有任何 这里的话又是一场恶战啊 山马丁 这样的话打赢进点 小羊的位置被锁在了防区里面 吴威可以救 哎 但是小五一颗手雷 差一点 炸两个 你看Monkey King的血量 是的 差一点一雷双响 嗯 这边DDT在河的路上 刚好是被MCG给插了一波队 但是 近点的 上面的DDT的选手 挖满的出枪 坦克和Summer都是直接被击倒 哇 这个圈一出来 MCG本来想回家的 结果没有想到DDT 已经提前过来了 导致自己 这个伤亡非常的惨重 只剩了一个小鹏 这一手也是属实没有想到啊 是啊 这不好攻啊 退也不好退 六腰那个侧面架枪架实在是太死了 确实没法走 哎 原点还有人在抽他 嗯 DDT点等到了原住民的三分 对的 这波MCG往这个位置想要回家的话呢 因为中间有很大的一段时间 是不知道这个红砖房那个信息的 对 他看的都是自己脚下 就山脚下那一片 他是选择到了边边山头的那个烂尾楼 好的 DSS落入了天霸的手中 没记错的话之前本来第一时间DSS这个房区是天霸踩住的吧 是的 在扛着蓝圈直接拉到了左边的山上 先去观察一下 是的 你看怪兽也是在高点进行一波观察 把子弹将Cobra给放倒 是的 再来一个 不信邪 许生也去 小飞那边也直接没了 TMA遭大众啊 开箱直接穿梁 然后还看到了露露 还在对面山头跑 TMA现在只剩下一个独狼的信息的情况之下 后续再上山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应应 音音 音音把露露给直接淘汰掉了 啊 SMS啊也遭受到了来自愚人 SKS 嗯 今天 踩的位置也很开 其我这边单挑 埋到了一个 长龙 剩下的队友 考虞 他们已经去到了 一庭 龙斯哥好像不知道 这里有人 他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这个信息 被打了一个侧身啊 此路不通 是的 打完以后赶紧去补 还能有他的车开 拿了一辆车 那F2只能继续去绕 各种去找角度 但之前也提到过 这样的圈行的话 哪里都有人在卡边 是的 三阶段了 不好近啊 主要这个距离 就是给到的位置不多嘛 你看小九过来 又被KRG给接住 对 巨幅的这一波 对面的出枪啊 反而是让柏梁给摸进去了 但是血量有点低 柏梁也是无奈之下 只能先 后续上马路还是很难 另外一侧 在西边的位置 RBS SMS 鱼人丝毫不知道 自己的屁股后面 还有一个人吗 不晓得 老师现在战场太混乱了 几个队伍同时出枪 GFY 进不去圈啊 只能被蓝圈带走 保证满面就好 反正高顶六一那个点位 也是可以帮他看 是的 其五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他好想直接一个瞬移啊 或者顿 DDT的收分欲望是真强 基本只要一想象就想过来 去圈没架 是的 正想说 七五这里还打了一个 但是对方进点人多势众啊 队友是鞭长莫及 有雷呀 兄弟你要不然扔个雷试一下吧 这个距离我觉得应该是够的呀 四颗雷 还在 现在RBS还在卡KRG 我这悟空好像出息 拿的分数不少哎 对 看一下音音的位置 确实 音音那个位置 就极之关键啊 有打过点的机会 上高点 另外一边FORM和CTG也是 两边交战了 他先把顶上这个人给打了 天天本来是防守方啊 然后被小鹿给 倒掉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主要是顶上这个掉的 太快了啊 家被偷了 没事我要把家给拿回来 交点猪金 丢雷的一瞬间被抓住 太没一个手雷 开跑 雷的雷 还好 避开了手雷的伤害 锁定了花生的位置 577有燃烧瓶 第一时间掏出来 而CTG那边的话 一手自己有 然后一个人去架就可以了 本来刚刚i7不想做邻居了 先想掏一手这个红钻坊 结果没想到被DDT反应过来 反攻一波 雷的跑位啊 直接是被7-7给找到机会 嗯 这波快速解决的话 还能扶一手雷 毕竟雷是一个一岛 但是现在二岛还真不好说 先清理掉二楼的椅子位 没有什么太多的掩体嘛 只有把屁股给全部打掉之后 他才能踩那个反托 哎呀 郁月 那悟空被淘汰以后 接下来依旧还是要面临 原点的枪线 蓝圈已经缩过来了 马德车 这怎么办呀 Forever呢 你这还在打绷带 对 药也没了啊 应该是选择不给分了 那林树的车将Galic被放的 这边上车要走 柏梁静摸过来 没有听到这个脚步声 直接就被连打逮捕 估计没有想到这个独狼 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确实 但是巨幅这一波 他开始是知道 有一个 有一个 知道是知道 现在要进点和 弗海门打一波 要顶在前点的位置 队友帮忙给克雷 他要开枪 但自己被炸成一个半血 Forever一个投授物 将翠希给炸掉 这边只能硬点 对面的血量都不是很高 爬回来了这个反坡 再给一些投授物上面的压制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把队友给扶起来 Galic已经被扶起来了 再往前面去顶反坡的位置 打得很稳住 这个手雷只能盖到了天霸脸上 但是远点灵术架上很准 灵术那个位置 看到这种平台上面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掩体的 好的 两兄弟一看 你们两个近点打得还不错 赶紧 但是这个色役 远点灵长的出枪 是的 灵长的出枪真是旧小鹿 水火之中 确实 你们想到这把SMS 在这个坑其实说实话 很自闭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队伍去冲过他 对 没有人去管他 大家都在边缘打架了 去消耗了 然后独狼和独狼之间对决 这边小羊也是被2TAP给淘汰 嗯 那这么一看的话 现在4M战队的队呐 这个是逃不过啊 两支队伍 小鹿 直接帮帮起枪 是放倒了 Monkey King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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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DBS来了 再喷一个雪魔 多拿三分 是的 十个淘汰 在这里 是的 鞋头 还有机会再喷一个 哎呦 还好 Groza啊 直接暴淘带走了雪魔 有惊无险 得亏是这一波 小鹿往后面回缩了一下 这个DBS 正正好 是T9那边 一丝雪 我2TAP那边是把GADV给放倒了 而且GADV是二倒 那个位置也救不了了 嗯 烧着了 这边放到一个 就只有一个人 那猜另外一个坑里面的人 就没有什么太大事 这边直接起烟 拖的时间很长 Crazy要直接进行那波反卡 Flyway也反应过来了 这个墙的角度不好走的 火梁的位置也暴露出来了 中间有一个空档的 最终还是被Flyway给收下 目前的话 Flyway的排名已经来到了 第二位 43 3打1打1 小鹿 烤鱼就近在咫尺之间 没什么问题 恭喜Flyway在这局 是拿到了10个淘汰成功吃鸡 嗯 亚赞 We loh 非常好 我们都在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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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排名